欢迎回来即场教路资有问必答的环节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股票问题 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就是2804-6566 又或者是传电邮给我们 最后身边的嘉宾就是要财证券的分析员王伟豪 Wafi 你好 Wafi 先看看大事表现 看到恒指跌106点 去到18,035点 其指方面暂时低水32点 升7点 去到17,995点 国企指数方面跌20点 去到9,236点 见到今天的市场比较反复 曾经跌超过300点 其后又试过倒升 见到现在波动性区间就逐步收窄 其实今天的市场是否观望因素 或者观望气氛比较浓厚一点 我相信都会觉得绝对是 因为某图上今天来说 始终受的因素比较多 某图上当然 曾经今早早已急跌过 后面就是早几天 叫低位抽签什么这么多上来的时候 一个正常的 叫可能昨天都见到 下午回来慢慢慢慢再升不起的时候 都见到今天一开卦 是稍为有个调整的 但到之后 为什么又说再这么反复的时候 或者究竟观望什么 当然来说 受的因素 不论外围也好 或者本港自身的也好 本港来说 当然要看待待的 可能施展报告等因素 究竟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政策 或者言论 是相关对于经济也好 或者整个股市 甚至楼市都可以啟示 所以某常上现在来说 少少的波动性 是在看这些因素 第二来说 至于昨晚外围方面 有比较多的消息 或者比较淡的消息 特别是美国 或者欧洲方面都有 好像斯洛巴克方面 都不通过相关的 一个扩大欧洲稳定机制 这个异样 所以我常常都令到 大家又在担心 欧洲的忧虑或等因素 又慢慢浮现出来 所以在经过之前那一阵 几天的一个急升之后 今天来说 借势有少许的调整也是正常的 我常常觉得 现在区间可能慢慢 短线来说 上不了之后 有机会慢慢在这些区间里浮沉 去收窄 至于你问我区间上是什么 我想今天来说 始终都叫做失授到20天线 甚至现在都看到 是压着20天线的 即是想要上回来的时候 都意味着 未能够确定 势头是继续向好 甚至来说 如果未来 在这些什么位置走的时候 我觉得 如果20天线来说 依然短线里面 不能够继续站稳 或者继续向上的时候 都意味着有机会回市 10天线大概17,500点 这区间 所以我想在这星期内 即是这几天来说 如果受的因素 不会再加多新的因素 或者太大负面情绪 某程度上 可能都是这几百点区间上落 但相反 如果今天 某些负面因素 或者这几晚 外围方面 有差的市况 差的市况 差的市况 或者再加上 这几天 内地方面的数据周 出得比较差的时候 不排除来说 10天线 都有可能会失手 所以我从现在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反复 或者在这个位置偏远为主 好 另外看看内地股市表现 看到上证总和指数 今天都是比较反复 现在升17点 去到2366点 升了0.74% 而户深300指数 就升28点 去到2580点 深圳城市方面 升73点 去到10139点 三大指数的升幅 是介乎0.75% 至到1.11% 就见到 今天内地股市低开 超过1% 之后 其后又倒升 超过1%上来 而升幅 就逐步收窄 昨天看到市场 内地就升不起了 今天表现比较反复 其实大家都见到 内地的市况 是否都在2300点 到2400点 这个区间 不断窄復復 如果到内地股市方面 我觉得某程上 可能比港股来说 看得淡一点 因为你见早几天 刚才也说的 港股又低回到1000点 2000点 但见到内地股市 復市回来 再加上匯金的入市消息来说 都见到昨天 都不是好升得起 或者早两年来说 都不见到太大的利好作用 去到继续向上推 反而来说 就是它升过 升完之后 很多时都是高位 见到承接力不够之下 其实很快就回回下来 在数据上 的确我会觉得 未来依然是比较差一点 除了实际因素上 见到指数上升不起之外 当中的因素来说 当然是流动性的问题 之前几天都不断和大家说 大家都会留意到 始终未来有很多内地 在新股市场上市 从事市场上的流动性 就在一步收紧 在这麽紧尖之下 再加上来说 始终政策上的困扰 都叫这一刻 都叫未有放宽政策的意味性在 所以大家都在忧虑 如果未来 可能这几天出的CPI数 继续是高的时候 意味着收紧流动性的部分 没有降低的时候 再加上新股的一个 集资潮等因素 令到内地股市 的确市场上的水 或者市场资金 是会越来越少 令到继续向上冲的动力 的确是慢慢慢慢 越来越差 希望从事上 如果你问到上证 未来怎样走 我觉得的确 仍然都会在低位 这些大概2300多点区间 徘徊 甚至我会觉得 昨天都说到的 其实试着 现在试着反而去年7月2日的低位 大概2320点区间 至于能够支持 或者能够真的会继续失手的时候 我还看这几天来说 那些数据究竟怎样出来 才令到大家 对市场上有什麽憧慮 或者有什麽忧虑 再加上股市的方向明确 好 谢谢 刚才Wafi也提到 曾蔭权将会在任内 发表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大家都说到房屋的问题 将会着物比较多些 不如先看看 本地地产股的走势是怎样 看到长十方面跌过三 去到89.8毫半 行地跌8毫报36.4 新地方跌8毫 最新去到95.6毫半 新世界升任六仙报8.2毫半 甚至方面跌六仙报10.8毫半 最后见到今次第七份施政报告的重点 主要是针对房屋的问题 包括提出每年丹性兴建 五千个居屋单位 只是给月入大约是一万六千元 至三万元的家庭申请 亦都见到推出有关的措施是协助长者 包括引入钱跟老人走的政策 类似医疗圈形式向长者发放 大约每月二千元的居家安劳资助 政府亦都会为回乡的养老长者 提供每月的生活津贴 接近生果金大约一千元 最初就会在广东省事行 其后就会扩展到其他省份 其实吹了这阵风 有新的居屋已经说了很久 也都知道大约的单位 每年在弹性兴建五千个 其实对楼市的影响又大不大呢 如果说到这方面 现在是否要确实或落实 这刻都未知 但某常常这样出来的时候 究竟对整个本地楼市有什么啟示 或者是否真的有效地 拖堆整个楼市的楼价上的声势 某常常这样做的话 我反而觉得不算拖得太低楼价 因为某常常这样做 只不过是帮一些 比较一万多元至三万元左右收入的人士 去到上车事业 我还想对一些私人楼 或者近期升得比较急的 好像大家都看到 比较买得贵一些 或者推出来像商品一点的 形式的房屋 我觉得影响性不大 根换方来说 始终都可以细分几个不同的类别 如果是本地楼市来说 不论公屋、居屋 想做比较贵价的私人楼 想做中低价的私人楼 几种影响都会不同 所以如果推出居屋 究竟对哪些有大影响 我觉得极其量 只不过对中低价的私人楼 影响性比较大 因为有机会拖低了相关的楼价发展 但我从来说 对一些贵一些 或者比较好的楼价 影响性不大 始终目标的客户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今次这样推出的话 未必会对本地地产股来说 太大震盪性 再加上来说 始终我都会觉得 政府一定考虑到这点 如果推出太多居屋单位 或者对楼市太大打击的话 意味着一下子 令整个本地楼市这样跌下去的时候 都很明显会严重拖低本港的经济 虽然我常常都不敢 是这么大动作 拖低这么明显 虽然我会觉得 是有负面影响 但实际影响性不是太大 甚至我觉得 中性偏低少少的负面影响 是的 中人国际今天都发表了一份报告 给本港的地产股增持评级 讲到反映 近期这个板块租市场沽售之后 风险回报就变得相对吸引 亦都讲到即将公布的施政报告 中人国际讲到的施政报告公布 可以令到政策风险明朗化 预计一手销程在第四季会转为活跃 市场普遍预计港府会復建居屋 认为就此举不会对发展商构成一个大的风险 因为两个市场的目标客户都不同 至于对二手市场影响就是视乎供应量 重新政策釐清之后 增加市场的能见度 有利地产股和收窄的折让 这一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节回来仍然都是职场 教老资有问必答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就是204-6566 又或者是传电邮给我们 见到恒指现在是扯高了 期指升138点 低水28点 恒指方面升16点 暂时去到18,158点 下一节回来再和大家见面